适时而适是中国传统的饮食理念 每到春天,中国人都有吃春的习俗 在不同地域又被称为咬春或者啃春 只在春天吃养生的十令蔬菜 时下又到了春菜长鲜季 香春、芦笋、蕨菜、酒黄、马兰头等菜品逐渐占领市民餐桌 近日,记者在湖南长沙多家大型商超和生鲜市场走访看到 品种繁多的新鲜春菜被摆在显眼位置 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尝鲜 不少消费者表示 吃春既是延续传统的饮食习惯 也是春天必备的仪式感 我买了一个芦笋 然后,首先咱现在也是春季嘛 饮食饮季,饮地来吃菜的话 对身体总归是有好处的 所以家里时不时的也搞一些这种当地的菜来做一下 然后做的话也有很多种搞法 像什么鸡牛排鸡羊排可以旁边放一点 或者说青草也都可以 大部分人现在我感觉都还是比较注重养生嘛 主要是吃这些东西的话 确实是也符合一些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习惯 我小时候妈妈到春天之后会给我做相当炒蛋吃 小时候吃这个吃得多 然后就那种家的感觉 我觉得口感的话很嫩 这个营养价值嘛 很自然的东西 我觉得吃的是很健康的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 此前发布的春菜消费观察显示 春菜消费热度高涨 不断突破地域限制 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成消费大省 80后、90后是春菜消费主力军 记者浏览线上平台发现 网上超市在售十令春菜品类超50个 来自云南、四川、山东、陕西等多个产地 最受欢迎的当然是我们的乡村这一类 包括我们的笋类、雷笋、分笋 还有我们的长豆 其实我们目前的这种销售情况都是非常好的 市民的接收度非常的高 那其实为了满足顾客的这样一个对春菜的一个需求 我们也是从全国的各地来选购了 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个春菜 我们的这个红乡村 就是从我们的云南昆明采购过来的 包括我们的产豆有从上海过来的 包括我们的雷笋有从福建过来的 记者走访各大农贸市场了解到 随着春季气温回升 蔬菜产量有所增长 作为春菜中的C位 以往美金价格动辄上百元人民币的乡村 目前已降至40元人民币一斤 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了四成多 成为许多春菜爱好者的第一选择 专家表示 乡村不仅味道鲜美 还富含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 适量食用有利于健脾开胃 但食用不当也容易造成不良反应 春菜呢 这个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吃 有些容易过敏起这种病 就尽量的就是要注意 老一点的呢 它一个是口感没有那么好 另外一个它这个 亚细酸酸盐的含量也会增高 可以就是用水那种烫一烫 用开水啊 然后烫了一分钟左右 然后把水倒掉 就可以把这个亚细酸酸盐了 就去掉百分之七八十了 就是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 这种情况就会少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